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8月1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加拿大将于下个月实施一项 针对选择乘坐私人飞机通勤的富豪 征收额外的税款 加拿大选择奢侈品税法将于9月1日生效 任何购买超过10万元的豪华汽车货飞机 以及购买超过25万元的游艇的人 都必须缴纳物品全部价值10%的税 联邦政府的目标是阻止超级富豪购买 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的车辆 同时解决不平等问题 在2021年8月的新闻稿中 政府引用了COVID-19经济衰退 以及失去工作和小企业的加拿大人 声明中写道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要求那些 有能力购买奢侈品的加拿大人 多做一些贡献是公平的 这项薪税出台之际 名人因使用不环保的私人飞机而受到抨击 推特账户 Celebrity Jays曝光了 Drake、Kelly Jenner和Taylor Swift等人 乘坐私人飞机的飞行时间不到30分钟 数字营销公司Yard 甚至根据使用私人飞机的频率 对10位二氧化碳排放量最严重的名人进行了排名 数据显示 到目前为止 这些名人在2022年私人飞机使用中 平均排放了3376吨二氧化碳 这是一个普通人每年排放量的482倍 举例来说 一个人一年大约产生2吨二氧化碳排放 而一辆典型的汽车大约每年排放4.6吨二氧化碳 航空业对奢侈税提出了批评 警告称这可能造成影响经济 甚至可能导致至少900人失业 虽然这项新规将于9月1日生效 但2022年1月1日之后的任何书面销售协议也被征税 对Drake来说是幸运的 他于2019年购买了Eldrake无需缴纳税款 8月4日晚间 美国南加州呈现了一位华裔皮肤科医生 因涉嫌下毒伤害她的丈夫而被捕入狱 这是一对已经结婚10年的夫妻 看到这样的新闻难免让人感到唏嘘 8月8日此案的细节进一步曝光 原来这位女医生竟然是将超市里常见的下水道清洁剂 倒入给丈夫的柠檬水里 这还真的是有点离谱 警方表示45岁的华裔皮肤科医生于悦 4日晚间被捕 她的丈夫受到了严重的内伤 但预计能够康复 于悦的丈夫也是一名华裔姓陈 今年53岁 是一名放射科的医生 夫妻两有两个孩子 一家四口住在额尔湾移动价值270万美元的豪宅里 两个医生的家庭在美国也算是高收入阶层 真不知原本应该美好的生活 为什么会弄得一地鸡毛 于悦的丈夫告诉警方 过去一个月里 她一直感觉到不舒服 她怀疑自己是被妻子毒害了 之后她在家里安放了一个隐藏的监控摄像头 结果录像证实了她的怀疑 陈医生于在视频里 妻子下图的内容作为证据送交给了警方 8月8日于悦第一次出庭 纽约邮报获得的法庭文件显示 两人的婚姻状况堪忧 案发时陈医生正在寻求离婚 陈医生表示于悦在孩子出生后 行为变得让人担忧 多年来她一直虐待自己的丈夫和孩子 甚至曾经对年幼的孩子大喊去死 陈医生称 于悦在孩子两岁时 开始对他们进行语言和身体上的虐待 虐待程度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变得越来越严重 陈医生表示 今年7月以来 她一直感觉自己身体不适 她怀疑于悦一直在给她下毒 就安装了监控 没想到还真的拍到了让人震惊的画面 监控画面显示 7月11日和18日 于悦把下水道清洁剂倒入给陈医生的柠檬水杯里 我喝了一口柠檬水 因为还很热 就把一杯子放了下来 陈医生说 过了一段时间自己感觉不舒服 就去看了医生 不过他没有提供血液中是否含有毒素等细节 在拿到视频证据之后 上周四早上 陈医生立刻报警 称自己要被妻子毒死 并说他有视频证据 上周四下午约6点左右 于悦在他就职的城县普罗维登斯医院教会 被逮捕 目前于悦不承认毒杀了自己的丈夫 上周五晚间时候 在缴纳了3万美元的保释金后 于悦被释放 目前警方并未对于悦提出指控 但他已被工作的医院暂时停止 接受调查 此外 陈医生也已经获得了对妻子的临时限制令 法院命令于悦离孩子们至少要有100英里的距离 于悦的律师称 他的当事人明确否认毒害丈夫及虐待孩子 他认为 陈医生的指控 只是因为拼命想要自己在离婚案中占上风 据悉 陈医生的健康状况 目前正在慢慢好转 但不得不离开放射科医生的工作 以应对压力和他的健康问题 据报道 加拿大社交媒体管理 社交媒体营销和管理公司 Root Suite Inc.周二 告诉员工 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30% 该公司在2010年代初 是加拿大科技行业的灯塔 总部位于温哥华 Hoot Suite周二上午向媒体证实了裁员的消息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Tom 在一份电邮声明中表示 我们希望非常明确地表明 这一决定不是对他们或他们的工作的反应 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战略重点 提高效率 促进增长和实现财务可持续性 在周二的内部声明中 Hoot Suite预计将有约400人失业 加拿大科技公司为适应融资减少 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裁员 Hoot Suite是最新的一例 最近几周Shopify Inc.表示将裁员10% Clear Core裁员25% Wellsley Simple Technologies Inc.解雇了13%的员工 随后一家关键投资者将该公司的估值下调了近一半 此后许多公司也开始展开裁员 Hoot Suite由企业家Ryan Holmes于2008年创立 借助社交媒体的浪潮 他是2010年代风投大潮的主要受益者 到2014年他获得了投资者约2.5亿元的投资 甚至在今年早些时候 Hoot Suite依然是加拿大最大的私营科技公司之一 今年6月底Hoot Suite的员工有约1400人 高于1月份的不到1200人 但Tom在今年夏天承认 科技行业的普遍低迷将导致公司减少招聘计划 报道称 许多科技公司在COVID-19大流行早期阶段发展壮大 当时数十亿人在隔离期间转向数字服务 推动科技公司展开一轮招聘热潮 但是现在这些公司正在快速降低成本 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险资本自由流动后 高通胀和利率上升 开启了一个宏观经济不确定的时代 Hoot Suite首席执行官在声明中表示 公司将努力帮助被裁员工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 我们的重点是我们的员工 他还说 该公司将努力确保其客户不受影响 最近的国际形势剥削云轨 每天都精彩分成 令人目不暇接 网上曾经爆料 古巴曾经的最高统帅菲尔德·卡斯特罗的长子留下遗书 称他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此消息一出 加拿大人立刻不干了 加拿大政府也紧急辟谣 无风不齐浪 昨天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生物学的父亲到底是谁 这个问题再次在各大社交媒体和平台上引发了争议 纽约邮报报道说 Joe Rogan开玩笑 加斯丁特鲁多需要证明他不是卡斯特罗的儿子 Joe认为加拿大总理加斯丁特鲁多应该进行DNA测试 以证明他与已故的古巴统治者卡斯特罗无关 这位Spotify播客大V对这位加拿大领导人 与已故独裁者之间的明显相似之处感到震惊 在最近一集的Joe Rogan访问中 Rogan和他的嘉宾喜剧演员Sam推测可能存在家庭联系 Rogan正在评论一个广为流传的阴谋论 该阴谋论声称 以填万统治古巴长达五年之久的指挥官 是加拿大总理的亲生父亲 2016年卡斯特罗去世后 贾斯丁特鲁多发表声明 颂扬这位已故的古巴领导人 称他为传奇的革命者和演说家 特鲁多还赞扬了卡斯特罗对古巴人民的巨大奉献和热爱 上个月拥有大约1100万听众的Rogan谴责 贾斯丁特鲁多是独裁者 并将加拿大称为共产主义国家 特鲁多和他的政府被指控采取严厉手段 驱散卡车车队的抗议活动 该抗议活动扰乱了首都沃泰华的交通 福克斯新闻的塔克·卡尔森在节目中透露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是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的儿子 据《每日邮报》报道 自从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的长子 费尔德·卡斯特罗·迪阿兹巴拉特因抑郁症自杀身亡后 有关特鲁多是卡斯特罗亲生儿子的说法越传越多 早就有爆料称 小卡斯特罗在自杀前留下了一封遗书 称特鲁多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 针对这一谣言 加拿大政府出面予以否认 特鲁多出生于1971年12月25日 他是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 与其妻子玛格丽特结婚9个月后所生 夫妻俩当时结婚的年龄分别是51岁和22岁 他们结婚的事情是当时媒体狂热追逐的焦点 在小特鲁多4岁的时候 母亲玛格丽特曾带着她首次公开踏上了古巴国土 并与费尔德·卡斯特罗进行了会面 至于网上隔一段时间就盛传特鲁多是卡斯特罗的私生子 到底是不是空穴来风 还是坐等特鲁多和官方的辟谣吧 千呼万唤温哥华港湾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宝宝 我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及时追踪大温新闻热点 一起关注世界大小事 星期二到星期六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温哥华港湾粤语台和你越多关心大温与世界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